大家好 我是旭哥不卡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逆水寒 最新的MORPG手遊 旭哥來搶先做攻略 台版還沒上市 不過旭哥搶先分享所有最神的攻略資訊 包含史上最多組的禮巴馬 將近20組的隱藏版序 T0最神最強的職業 官方認證最強最神職業 這遊戲PVE有很多種模式 都會分析給大家看 不管你是選哪種職業 每個職業有很強力的素質 有各種不同的優勢 像是有些適合PVP 有些適合PVE 有些可能攻擊比較強 輔助比較強 遊戲的角色 模組 都還蠻漂亮的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角色的美工啊什麼的 蠻美的吧 那我們就進入遊戲攻略啦 搶先攻略 Let's go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兌換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 旭哥先來分享這個逆水寒2024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碼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總整理 這邊最多組的禮包碼分享給大家 那台版也即將上市 那大家假如有玩陸版的話呢 這個禮包碼 優先使用起來 目前有 10幾組啊 將近快要20組的禮包碼 那首先有 SCGBN S789然後 GVYAS 接下來是 XCBYH78S HAVASD 那接下來是 VIXCGHUASD GFASD 接下來是這個 VSAGH8A SD GSA 接下來是 FSDHBMU9ASGHAS 接下來是 SVISAD 然後 G HUNASDG 為什麼他們這個遊戲的禮包碼都這麼難啊 不如用個什麼VIP系列會比較好記啊 才說完就有VIP系列 來 VIP999 SAGB MASD JG 現在是 SVISAD 777 然後 ASG ASG SHETJ 他說什麼 VIP系列後面還要加一大堆 不能 簡潔一點嗎 他們這個遊戲實在是 好 再來是這個 VIP888 然後 DS F H BN SDF J SVIP 接下來是 SVISAD SVIP666 SG ASN JIDG SVIP777 FHASN JI G AS SVIP888 後面一樣一大串 XC BMASD KG 這遊戲的禮包碼的特色就是很長一串啦 他就算給你VIP系列後面還要再加一堆英文字母 那禮包碼兌換方式呢 就是點人頭然後點進去選兌換嘛 就可以去輸入了 總而言之就是蠻麻煩的 那台版即將上市 那序哥先把所有的禮包碼 總整理分享給大家 台版可能估計啦估計會簡單一點就是可能就是SVIP666 SVIP717 SVIP888 或是VIP666 VIP77 VIP888 虛哥也不知道為什麼路板要這樣弄 反正 那這個 史上最多組的禮包碼總整理就分享給大家 大家趕快去兌換嘛 就是點人頭再點兌換碼就可以去輸入了 然後就總整理了 這個最新 然後最全 最多的福利啊 虛哥來分享這個逆水寒啊 官方認證 T0最強最神的職業 那因為台版還沒上市嘛 所以路板的攻略資訊 虛哥就搶先分享給大家啦 那路板已經出了蠻久的 到台版大家也可以敬請期待一下 即將上市 那這個遊戲的人物模組都做得蠻精美的 他們現在都是那個白面書生有沒有 就很像看那個仙霞 男的帥女的美然後都高高瘦瘦然後臉都很白 他們現在都喜歡這種類型 就是有點 娃娃臉那種風格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現在所有都做成這樣 然後女生就是穿著那個高跟鞋然後就是 瘦瘦長長的然後白白這樣 然後這邊仙霞飛來飛去 最近的那個他們MURPG的風格喜歡做這樣 好啦這也是他們的特色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溺水寒這個 第一個職業鐵衣 鐵衣的話就是一個坦克型的角色 有強大的防禦和控制能力 然後 PVE的話呢當主坦 打副本也有一些 不錯的 算是坦克能力 那對新手玩家來說 算是上手 比較難一點的角色 接下來是血兒血兒就算是蠻好用的角色 他在輸出啊防禦 和機動都有不錯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一個就是能力值的表格 那 雖然他們還蠻喜歡用這種 就是能力值MURPG的話就比如說攻擊啊然後防禦啊什麼射程啊 他們都喜歡用這個 輔助啊所以我們看得出來難度 那輸出和防禦和機動都不錯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實際看他講也是說傷害和坦度都蠻高的 那打副本還可以當副坦和輸出 那PVP的話呢 主力輸出也不錯 算是一個很強大的職業 適合新手玩家 他這邊其實跟著他那個圖表走就可以 他這邊一樣左下角一個圖表 那這個角色 神像的話呢就是在輸出和射程 基本上都是最優秀那機動也是 非常優秀的 決勝千里表示他就是一個 遠程輸出 遠程內攻輸出的核心 神角 那也是算是新手蠻推薦的職業 基本上看他那個 數值表他就其實都講得很詳細了 那也是官方認證的 好那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角色 妹子的角色我們看一下 他這邊的話他輔助是拉滿的 他那個圖表在這邊 輔助是拉滿然後其他像是射程也不錯 那其他方面就是還OK都是中規中矩 就是輔助是最強所以這個是算是一個奶媽型的職業 那射程也不錯 好這個奶媽職業 打PVE和PVE都是非常強烈的需求 PVP和PVE都是很好用的 那新手 數問的基本上配鐵衣 副本橫著走新手推薦 好 這是 他們一些推薦 接下來是90 90後 90後的妹子 讚 這個身材就是讚 他的 輸出基本上是拉滿的 這個應該是最神的輸出 那旭哥感覺妹子優先應該是選這個 然後射程也是很優秀的 難度算是中上 那其他在防禦啊然後其他幾個算是比較差一點 但是他的輸出很強啊 輸出是頂的 射程也不錯 這個就是可以召喚寶寶 那PVP和這個三對三的話 表現 並沒有比神像差太多 那新手玩家玩90 他的操作難度算蠻低的 而且他的女角 設計得夠香啊 那他的官方設定是把輸出拉滿了 算是很強硬的輸出神角 那下一個是 睡夢 睡夢的話一樣輸出是拉滿的 哇 一樣是神角果然是妹子的輸出能力就特別強啊 那難度也算是比較高一點 那機動能力還不錯 很像一個那種忍者的職業可以偷襲啊什麼的那種 三打三 PVP算是不錯的 那難度稍高所以 不太適合新手但是他操作好的話輸出會很 很可觀這樣 很適合爆發型的輸出職業 就是 妹子也很適合就是拿來練 那輸出型 那最後一個是龍銀 龍銀就是看起來是蠻均的輸出不錯然後其他都還蠻均盆型的